大家好,歡迎來到老婆的頻道 就是分享 我們不能說教學,我們要說分享 因為最近看到太多的網路詐騙 大家要小心 那些Youtube的廣告,或者是聯署的廣告 所謂的投資,那個都是騙人的 通常會叫你把你的錢 匯出去給某個人,某個帳戶 或者是會去給別人幫你投資 或是叫你去某個網站匯錢去買某個虛擬筆 或者是要加入什麼會員啊,加入什麼 東儀、蛙格等 其實那個都有目的心 那之後我們慢慢再講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如果真的很想投資 我覺得台灣人很奇怪 想要投資又不願意相信自己 都會害怕這樣子 就是因為恐懼為自己負責任 所以才會老是要聽別人的投資 老是要讓別人來決定你怎麼投資 這個是不對的 自己要學習 就我之前教過一些 不是教了 分享給一些想要學習的朋友 那當然有很多到最後就 又離開這個世界 那我大概從幼稚園 就在耗子打滾 就是長輩的關係 長輩一直有在做這方面的 投資的理念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因為我們也不想要拍太長的時間 就盡可能的壓縮在30秒之內 我們今天現在來講 你要怎麼投資 為什麼要投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台灣銀行的存款利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 標準是什麼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你存款 存款的年息 在1.6%而已 年息1.6% 就是說你存 1.6% 1.6% 這什麼意思呢 100塊 100塊 存一念 給你1.6元 1.6元 就是年息1.6元 就是年息1.6元 100塊 那1千塊 1千塊 就是4.6元 那1萬塊 就是166元 這樣很好算吧 但是你如果 錢很多 那就給你降半 因為銀行 讓你存錢 他發利息 其實很多國家已經要改了 就是你的戶頭 如果是 訂存戶的話 讓他給你收管理費 要壓縮你的利息空間 來 活期 年息 0.5% 100塊 0.5元 1千塊 5元 1萬塊 5.6元 5.6元 這就是 年息的 活儲 1萬塊 只有 58元 所以 一支 50塊的股票 5萬塊的股票 股票 你可以這樣算吧 就是說我們 一般來講 如果是 一支股票要5萬塊的話 就是50塊 50塊 5萬塊 50塊 那這個就是 你看 百嗎 百 0.5 千 萬 就是 1萬塊 58 那58就算60好了 活儲的話 1萬塊 一年給你60塊 那如果是5倍呢 就300 就 就是說今天 5萬塊的話 股票就給你300塊而已 好 300塊而已 所以為什麼要投資 今天呢 你去 買任何的 延伸性的商品 或者是保險 或者是 投資性保障 或基金什麼 等等 真的太大了 這都沒有東西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他會給你的 揮報利率 他會告訴你是多少 那譬如說 他給你說 3% 那3% 你怎麼拿來定存 怎麼可能 1.5 0.5% 他拿來定存 是不可能賺錢的 因為他還要回饋給你 那他一定是要找一個商品 去 去 超過 他願意給你的 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 國儲存款的 是6% 可是如果你今天 一個商品 他願意給你3% 那表示 那這個商品 你是投資 某個東西 會超過5% 然後他再給你2% 或3% 好 那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投資 在 股票上面 那我會告訴大家 你只有買一樣東西就好 你只要賺錢再養 就好 就是上市的 好 上市的股票 好 上市股票 上櫃都不要碰 這是我這個 過去的經驗 那至於為何 之後我再跟大家講 因為呢 其實 你要投資一個標題 你有很多要篩選的條件 那當然我們也不說很厲害了 我們只是幾十年沒有工作 這個之後我會跟大家講 就是 從 某個角度來看 你的退休的主備 因為 我們有看過很多 嗯 老師 或者是 公務人員退休 他們是怎麼弄的 對 那他們 他們當然有一個標的型 那也不能 不能跟你說 這個沒有風險 不能跟你說 這個東西你就是 永遠吃不完 因為 你的 退休後 或者是 生活的 開支的條件 你要自己訂出來 然後你要嚴格去執行 那如果說 你要過得很富裕 那當然你要準備 自己就越遠了 那如果說 你是一個過得很 簡單的人 生活簡單的人 那相對的 你要操作投資的 標的就很低 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用存款 你要來養你退休生活 那當然你看 如果是 活儲的話 我們定存 用定存的 角角比較多一點 定存 它也不會讓你存很久 讓那存存都又很低 你看 百分之七 千分 百分之零點七 千分之七 萬分之七十二 萬分之七十二 一萬 給你七十二 就算給你 一萬塊 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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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塊 給你 五百塊 一百塊 那如果是五百萬 就乘五百 一萬塊 一萬塊 給你七十二 一萬塊 一萬塊 給你七十二 給你七十二 一萬塊 乘五百 也就是說 今天啊 如果三年 年利率 五百萬 那就是給你 三萬六 你要記得喔 三萬六 這是一年 五百萬 一年 你要去十二 沒有十二個月 十二 十二 就等於五百萬 存款 一個月 你只能零三千 一個月零三千而已 那 如果你想要有 一個月有三萬塊的生活費 那就是要再十倍嘛 那就是要告訴你說 要五千萬 那五千萬 那當然詐騙的就很多了 他們就賺到五千萬 所以這就是一個概率的估值 你看它機動利益力啊 0.7 可是一輩子可能賺得到五千萬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要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啊 年利率啊 是 5%呢 是5%呢 它電存才0.2 年利率是5% 那你一百萬 一百萬 乘以0.5 乘以5% 就是5萬了齁 一百萬 一年就是5萬 如果是5%的話 再除以12 就是4千2 4166 那如果是 4千2 4166 你要打到 3萬的話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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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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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萬乘以五趴 一年就是四十萬 四十萬再除以十二 就是三萬三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要達到一個月 一個月 不站下來 有三萬塊可以花的資金 你如果按照沒飯店出的方式的話 應該要存五千塊 但是如果你能夠有效的 去操作你的手上的資金 做投資喔 不是做投機 我只要在講投資跟投機差一點 那如果你有能夠一年 我們用一年來看 五趴的獲利就好 那當然你會聽過很多什麼 講說什麼專家啦什麼高手啦 什麼一年有什麼幾倍啦 什麼獲利二三十趴 那很多都有問題啦 都是詐騙的 用這樣騙的 好 OK 那你的流動資金 大概準備在一千萬以內就夠了 就是大的案子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商辦族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存款 也沒有那麼多資金 好那其實 你可以減半嘛 因為你還不是退休狀態嘛 你有在工作 那就減半齁 減半的話大概就是四百萬左右 四百萬在操作的話 其實就可以讓你 有一個 每年啊齁 每年有一個小小的 Bonus 那 我們就用5%來畫一個界限 因為一般來講齁 你正常的投資 5%到3%齁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那超過5%到3%以上齁 那就會有很多的操作手法 甚至要 我們講是詐騙齁 可是 這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就是會有這樣的機率 還是有 因為 你要找一個標的 其實你要 有很多的 所謂的 條件才選 那很多網站會講的 很多啦 很多 老闆要怎麼樣 資金要怎麼樣 技術面什麼 等等 那到 之後的 影片 我們再來 講這些東西齁 我們講是分享齁 我們不是教學齁 我們講要偷背齁齁 我們講偷背齁 呵呵呵呵 好 詐騙要亂講齁 來 那詐騙齁都要騙你去 加LINE啦齁 那LINE裡面他們就會 在那邊亂分享一些 其他有朋友的投資 也不跟你講那個 方法標的 就是要你去投資 然後投資就要你匯錢 他只要叫你匯錢 這就有鬼了齁 來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你在台灣 你想要投資 你只要相信我 我就告訴你 你唯一的量子就是這樣子 你也只唯一可以想起這個樣子 錢 不是匯去給別人 來 你只要是台灣的公民 你有居留證 居留證 居留證齁 簡單講就是 你在台灣可以開銀行戶頭的 在台灣可以開銀行戶頭的話 我有問過業務齁 他說你就是 到時候居留證有下來的話 還有個 不同的時候都會跟你要一些 相關的證明齁 當然他也會怕你跑走了齁 可是 台灣是有做證信的齁 會有問題齁 所以建議你啊 建議你 就合法投資 合法申請 這是 第一 找一個合格的證券齁 什麼亂七八糟 投資公司 那都騙人的齁 這就是 合格的證券公司齁 然後你就走到證券公司去 有營業據點嗎 有營業據點 各個營業據點 就到營業據點去 櫃台 另外我也不建議先讓開戶齁 去櫃台開戶齁 然後 去櫃台開戶的時候啊 你要跟他講齁 你要 他會搭配一個戶頭給你齁 就是 其實元大證券本身有 有一趟齁 他會搭配一個戶頭 就等於說你是開一個證券戶 那再開一個金融戶 然後 以後呢 以後呢 這個 證券交易的 錢啊 就是 由這個 戶頭去扣除 好 那 他有一個所謂的 交割的時間點齁 也就是說你裡面要有錢齁 如果你沒有錢 就為了交割齁 那就 創賽齁 所以你要自己要擠齁齁 就是你手上有多少錢 你要做帳 要做帳 手上有多少錢 然後手上有多少的 股票 好 那當然 系統都會有幫你 會幫你登記齁齁 可是 我會建議你自己 手上要做一下齁 齁 把教育的過程都記錄下來齁 去開戶 齁 現在功能很多了齁 你看這麼多東西齁 齁 我要告訴大家齁 齁 你只要買上次股票就好 齁 就做這個專禁的這個部分就好 齁 其他什麼 全證啊 新貴啊 債券齁 齁 這些齁 我告訴你 你要搞幾行齁 就糟糕了 也不要分身投資齁 那個 都在騙人的齁 齁 所有 所謂的金融延伸性商品齁 齁 齁 金融性延伸性商品 都是希望你多花錢做投資 但是它 延伸性的金融商品 不是每個都賺錢 它是 變一個樣子 希望你去投資 齁 因為這些東西啊 到最後 都還是回來 投資股 不是 比如說你去買保險 那保險公司 它怎麼支付你 那些 所謂的投資型的保單的 或者是什麼基金 它怎麼去投資 怎麼回饋給你 那當然用你們來給它的這些錢 再去買股票 包含最近很多流行的 00什麼 00什麼 那只是把商品的名稱 整改而已 以前你要成立一個基金 資金 基金去投資 股票 投資什麼 標的 是不透明的 而且很麻煩 那現在有各個證券公司去 設定一些 所謂的 可投資標的 當然它講公開透明 高權利 高股息 高權利 什麼 綠能 什麼 花科一大堆名稱 其實說穿的 說穿的 你就是拿錢 讓證券公司 去操作股票 它有賺大錢再分給你 沒有賺大錢會怎麼樣 沒有賺大錢 你買那支股就往下掉 而且你還不是賣股票 懂我意思嗎 你是拿錢 拿證券公司去投資 這樣 它有賺大錢 你買的那個標的 就往上站 它沒有賺大錢 就往下掉 你別選擇 哪支股票 條件都會有 那 之後呢 還會有 告訴你這個 所謂的 零股 零股 你看 我們有零股交易 有判重零股 以前沒有盤重零股 那零股是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可以用很低的錢 去買 你要的任何的股票 上市股票 就是台積電之類的 當然它的交易程序 會比較 沒有那麼即時性 因為它有 撮合的時間 這之後我們會再講 它撮合的 還有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那基本上呢 你就去開戶 開戶 開的戶呢 我會建議你把你的金融戶頭 限制 不可以 賺 不可以賺 就是不可以賺出錢的 把它鎖死 就是它只能用來 股票交易 那如果你要提款 零款 就是要 不能到 這樣子 這個就可以 保障你的安全 就是不能賺 不能賺 賺 就不能賺 賺 那至於你要不要拿 信用卡 把金融卡 那是你自己個人 那當然啦 不能賺出 可是可以賄賂 可以賄賂 這樣子 因為你有時候你要加碼 那如果說你是新手的話 我也建議 如果你要投資金融股的話 金融股可能就是 五萬塊以內 那如果你要投資一些電子股 或者是一些其他類股的話 這個你要存個十萬 那到時候再告訴大家 怎麼去看那個 價格 就是股價價格 或者是宣布 等等等等 那後面還有一些工具 可以跟大家講 讓大家知道 首先 目前在台灣 是一個很透明 公開 而且金融環境 比較成熟的地方 以前 國民黨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金融其實還是有大問題 那 慢慢進步 才進步 然後 新 比金融上來的話 也是有慢慢 去修正一些東西 因為以前的時代 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都會 連上市股 都會有問題 就是詐騙了 好 也不是說現在沒有 現在有很多那個什麼 那個 網路在推薦股票的 都是微上市股票 那樣都是騙人的 你說 你怎麼可以一蓋全部打盤 我跟你講 9成9了 有啦 0.1 可能是真的 可是 如果你真的要去 投資 那種所謂的 即將上市股票 你可以用抽的啊 我們有抽啊 上市錢有抽啊 那為什麼不等到那時候再來抽呢 抽到賺到吧 那跟大家講 工具 有幾個到時候會再分開介紹 第一個就是奇謀股市 奇謀股市它不斷的在進步 在進步它很多細節 很多細節 然後你可以設定很多自宣股啦 或者是看很多上市買賣什麼等等 等等 我不推薦個股啦 但是我會提出一些 剛剛我講的嘛 就是 我怕的 人家怎麼做的 分享給大家看 人家外面怎麼做 人家高手怎麼做 人家怎麼騙 其實 混酒就知道了 然後 奇謀股市啊 讓它 優點 讓它講一下優點 譬如說 例如說 食品 譬如說 統一好了 它其實是有提供線上的交易資訊 那 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可以知道 成交獎 這就是掛的蛋 內盤外盤 最高最低價等等 那一些基礎線的東西 這之後我會再來分開講 然後 它好用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 它可以做 見證 那當然 要VIP 不用啦 一些人 我告訴你 就是 它以前這個都沒有 它現在也是聰明了 它把一些 我們有一些工具 我只要再介紹 免費的 福利的 不是大便的 來這個 都會比較這個東西 就很好用 我們來講這個 美股盈餘 排列 現金殖利率 本益比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它可以排列的話 就表示什麼 可以查看其他的東西 可以查看其他的東西 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如果以同一位標的的話 那我們如果以連發十位標的 就可以去做一個比較 價格的比較 然後 限定資料率的比較 那這個 它好容易 像籌碼 財務 營收 這些東西 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所以不用去 下載什麼奇奇怪怪APP 不需要 其實Yahoo股市 就很好用 但是你線上買賣交易的話 其實 如果啦 如果你今天 習慣用你的證券公司給的 給的東西 對了 這個 你要用打電話呢 你要扣比較多的手續費 那如果說你 用 它給你的程式 它有一個 線上 投資的程式 到時候我會再介紹 用電腦下單 那怎麼安裝 怎麼弄 你可以找你的業務 教你 因為這個東西 我也不能教你 因為我教你 也是 怕會有問題 就知道你的業務 開戶 它可以密碼 那你要跟它講 你要網路 你要網路 然後上來看賬單 然後下單 然後 凭證 它有軟體 那我建議你不要用手機 如果你要用手機 也OK 那我建議你不要用手機 那我建議你不要用手機 然後 你要用電腦下單 它有網頁版的 也有APP版的 它有程式版的 我建議你用程式版的 程式版 比較嚴謹 然後有一些 授權的動作 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讓別人 詐騙去 就是你的手 電腦不會被盜用的時候 它下單這樣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打電話 打電話 所以它扣成比較多 那 差多少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一萬塊的股票 就是十元的股票 十元的股票 你來回包含交易 手續費 跟 一萬塊的股票 剩所稅 就是 在 一百塊裡面 也就是說 你今天 例如同意來講的話 同意來講的話 你要操作一支 同意的股票 它是七十五塊 那就是七 這個基數就是七 那就是 它的成本 就是 0.7 也就是說 你今天 它跌了1.4 對不對 那它如果 跌了1.7 就是跌掉了 今天的 操作成本 如果你今天 75.3買 那它就是要 76塊 加0.7 76塊 你才有 開始賺的空間 那0.1是多少 就是一百 0.7就是七百 一百塊 你用這個十位數 為一個單位 那今天我們再看 另外一支股票 我都會挑大支的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比較有指標性 然後再跟大家說 你買的時候 為什麼要挑大支 或小支 像台塑93.1 那表示什麼 表示這支股票啊 你買進賣出的成本 就是 9嘛 0.1乘以9 就是0.9 就是說 今天台塑這支股票呢 你 如果買賣 如果今天做當充 或什麼不管 你的 成本 所謂的成本 就是說 你要扣除手續費 跟稅金 那你說 賺多少 那當然就是要 你要扣掉成本之後 也就是你今天 93.1 那成本是9嗎 就是0.9 那表示什麼 表示93.1加0.9 你這支股票要 從94起 94起 你才有賺錢 譬如說 今天如果你要賺100塊 就是要94.1 才有賺100塊 你要先把成本扣掉 不是說我漲0.1 就漲0.1 不是 那如果你今天 買了 那跌0.4 那實際上 你是跌多少 就是0.4加0.9 因為你要扣掉你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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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成本 所以 樂 你其實不賺很多 不 不 不計量那麼多 但是 大部分的 投資者 他都承受不了 這個東西 對啊 長一點點就要跑 其實這個之後 我們還要再講 那注意啊 你一支股票 每一天可以看到 學習就是這樣 就是 他的成交價 他的每一個分時的成交價 他的內盤 外盤 的數據 還有當日的最高點 最低點 還有成交量 這些才 湊合成 你每天的 即時上的訊息 那盤後結算 盤後呢 就是說 外盤之後 你還可以看到 所謂的 籌碼 也就是說 總 透透一整天下來 他在利用那些籌碼去 算出的一些技術線 技術線很多 成交量就是 總成交量 成交量就是 買賣 買賣 有交易成功 叫成交量 有買賣成功的 買跟賣 買跟賣 不一定交易成功 買跟賣 不一定交易成功 這個東西到時候再講 我們今天時間比較短 講一下 所以要告訴你 就是說 你今天 存換款 存換款 多少錢 跟你想要的目標 是多少錢 那我想要用股票 那股票的話 5% 就設一個5% 你看 哪裡可以看到 亞股 歐股 美股 那我們再 看另一個畫面 我們有股市 有這個嗎 我再開其他幾塊給大家看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元大本身APP的 讓你下單的 讓你可以下單的 那其實下單很簡單 就點兩下 欸 就可以買了 你看看很多東西可以讓你買 我要跟大家講 不要去亂買這些東西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以後再收了 這樣就可以買賣了 當然還下單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細節 要買 要買 這樣子 那 當然這裡很多可以看 看的東西 以後再講 你也不用在那裡偷看我在 買什麼 沒有 我介紹會 偷偷來給大家介紹 來 今天走觀光谷 今天走觀光谷 其實昨天就走了 如果是有在關心新聞 最近出國很夯嘛 所以他在走觀光谷 這個東西叫做類股輪動 那寶一這一家是軍工谷 這就是今天的盤中的成交量 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 其實勢弱了 這已經勢弱了 這個該走了 這個該走了 拿技術線 技術線 等等 那其實說你說不懂那麼多 不用啦 不用懂很多 跟大家講概念 就好 分享一些概念 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就是 心理 心理 因素 到時候 再跟他講 人性 股票投資就是人性 就是跟你在賭博一樣 但是你在合法的安全範圍內 就是投資 超出這個範圍之外 叫做投機 那投機的話 他當然也會有詐騙的成分 就是會有人來操作這個東西 因為 所以 我到時候再講 個股再講 然後這個工具 你看到 其實都是很高 通常這個 如果有 噴出的現象的話 都是危險訊號 其實這個都是 你看 噴出亮縮 今天一定亮縮 這就是危險訊號 那你在盤中可以看到的 這當然就是有人買 你看有沒有看到有人吐出來 有人吐出來 那成交量是多少呢 成交量 我們來看成交量 酌量5,800 那現在呢 3,600 3,600 這個 其實是有一個 怎麼講 這一張就是6,300 一張6,300 你來算算看 昨天5,800 昨天5,800 這個是成交量 成交量是包含買跟賣 包含買跟賣 所以你要知道說 每天看盤 就看他 內盤外盤 內盤外盤 實際成交量 我猜大概在 4,000張左右 4,000張左右 然後 7萬塊 4,000張乘以7萬塊多少 7萬塊乘以4,000 萬 10萬 法案千萬億 大概3億 大概 3億的成交量 現金 3億 這個東西都是有 有訊息的 這都是有訊息的 你看他 這一天的成交量 跟這一天的成交量 OK 這一天的成交量其實在 7,8,9 其實大概在 1,000多張 1,000多張 如果一張7萬 大概 一千 一千 一億吧 大概一億 一億左右 這個就是 不為人知的秘密 這個之後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就是 每一支股票 你要 為什麼說 你要能夠 知道他的一些 基本資料 一些財務 或者是一些 他的 基本 基本數據 公司規模 財力規模 然後 再加上你要觀察一些數據 剛剛我講這個就是 足以撼動股價的 一個金額 這個東西 才是目前 你去參加這些股友社 他們想要做的事 如果真的那麼好賺 他自己賺就好 我也想要跟你講 對 他只是要集中籌碼 他要集中 多人來辦大事 中國人 人多好辦事 可是問題 這 這最大的問題就是 誰是最後面那隻老鼠 其實你看 這支股票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 其實他有很多 他開盤其實已經有人 跑掉一部分了 這792 792 外盤2512 其實 沒有人掛賣 鎖死了 跑掉多少 跑掉多少 這才是厲害的地方 那你說 會不會有人說 在這裡跟你說 叫你來追 會 如果你參加股友社 他可能如果鎖定標的 他可能要趕快追 可是問題是你追的話 你在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人要買 賣不出去 你就很麻煩 股票要記得一件事 要能夠賣掉 才是你的 買不是問題 買如果你願意 多看機會 多看數據 其實要買都不是問題 要買不是問題 那你去追高 就是你笨 你笨才會去追高 那如果人家跟你講說 那個要存股 這個時候 叫你來存股 都有問題 也就是說 你今天 股價 股價 它一年當中會一個 低點就是 除息除全 那股價會掉下來 那如果說 今天在一個高點 然後人家去跟你說 叫你去存股 為什麼會在高點 叫你去存股 存股要除息 那你知道天息要多少時間嗎 你知道天息要多少時間嗎 這之後我們再講 那個都是有意圖的 有意圖的 幫你騙進去 幫他們墊腳 他就是要跑了 不要去聽那些什麼 存股息 那個 存股息 是沒有錯 但是買進的點 才是 關鍵 所以不是說人家叫你買 叫你存 你就買 那個是有問題的 對 好 那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工具 這第二個工具 剛剛是 Google 這是第二個 這是 你去元大開戶之後 請大家幫你安裝 自己安裝 但還有零股 可以買零股 這裡 OK 好 再來 這個東西叫三祖股市 這是一個APP 它也有 電腦版 它也有 手機版 我也建議你安裝這一套 手機就有 三祖股市 三祖股市 它這個 老牌資 它做得非常的專業 非常專業 它把很多的 資訊都放在一起 它甚至這支城市還有 跟 綁定一些 訊息 去做 警示 還有 選股 其實做得很棒 我覺得 這家公司做得很棒 你可以綁定你的 投資的公司 線上做一些 下單動作 什麼的 我建議分開 不要 不要把 不相干的東西給它 搞在一起 因為不跟公司 那像這個的話 你可以 繼續 選擇 譬如自選 你可以幫你 有買的 或是你想要看的標的 例如說 我們塑膠股 這裡指數 指數 塑膠股 我們把台塑 加進來 它就可以加進來 看 美股 選擇權 這些都不要碰 期貨 不要亂碰 那斯達克 也可以加進來 好 關起來 確定 出唇 那斯達克就是昨天 通常我們看股票的人 會順便看一下 美股 美股 因為美股跟台股 是有連動的 那當然我們盡可能 不希望會影響 好 那大盤 價權指數 你看美股 就可以大概知道 今天台股 會不會受到影響 當然不一定 那你點了 台你呢 那我點了台碩呢 你看到下面就跟著換 跟著跑 好 那他告訴你 內盤外盤 成交的總量 好 然後分時 掛的單 分時掛的單 好 然後掛在 這個 外盤內盤的比例 好 那通常 外盤跟內盤就是什麼 外盤就是 手上沒有股票的人 就想要買的人 掛外盤 那內盤呢 就是手上有股票的人 好 想要賣 好 想要賣 好 那紅綠筆 就要看 你每一家的系統 他怎麼去表示 好 好 那這個數據呢 他採樣的時間點不同 也會跳 其實這個數據 是一直在跳的 所以就是說 偽賣偽買 這叫偽托 偽賣偽買 實際成交不是這個 這不是實際成交 偽賣偽買 偽賣偽買 偽賣偽買的話 就是預約單 那如果說今天 譬如說93.1 93.1 戳合的時候 要賣的人 沒有人買 他就會往下掉 他就會往上跑 就變成93.1 價格就往下掉 那如果說今天要買的人 93.2買不到 他就會往93.3 跳 就是 要長高一點 長高一點 買不到 那我就買高一點 比如說93.2要買 買不到 就掛93.3 就買到了 這樣子 他價格就會往上跑 他還有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就是 除了偽賣偽買之外 他還有一個 戳合的點 戳合的點 是落在哪一個區間 當然這個能不能操作 有 如果你錢夠多 是可以操作 那你錢夠少 就沒辦法 那這個 程式呢 是免費的 免費的 它很多功能 很多功能 很多功能 可以去看 那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做 你要做幾樣就好 就做 上市股票就好了 那其他的 東西 有的熱門排行 哇 這裡 掌停鎖住 你不用看了 你就是看 譬如說 陳教練排行 我一般都會看成教練排行 每天都要看 然後外資的買進買出 這樣子 你就看這個 譬如說這個 點了 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加入自選 右鍵 譬如說加入自選 1 然後確定 那你的自選 就會多了這一家 所以三股 是很方便的一個 工具 一公斤 你看這個 紅色 外盤 大家搶著買 佔66.4% 唯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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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單量 實際上這邊 他這個是戳合的 戳合的 來 戳合的單 是落在這邊 還是落在這邊 你看落在這邊 就是有人要買 又漲上去 加0.3 0.35 這樣子 這就是 他的一個機制 那技術分析呢 這邊你看 還是可以看技術分析 然後線 然後技術面 技術線 複度指標 場用指標 你看到 他是可以這樣調的 他可以這樣調的 技術分析 有看到 開出來 右鍵 幅度指標 這麼多指標 那你有 有閒 再去看其他的 齁 通常我們一般來講 都是看 常用指標 我們常常講的 技術線型 網路最多的 RSI 強弱相對 一樣 跟大家講 你看上影線 三根了 其實在這邊就一根了 通常高手 就是 一開始在這邊佈局的人 一個大W型 這兩個大D檔買的人 大概在這一波就走掉了 大概在這一波就走掉了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賣壓出現 但是這樣他不行 這樣當然 還有些人還沒走完的 他可能要再拱一下 拱一下 拱一下 就是說再放出一些 訊息 比如說什麼 觀光振興啊 賺大錢啊 航線爆滿啊 怎麼樣 包一些訊息 然後消費者就會進來買 好 然後消費者就會進來買 傻傻啊 對來買 哇這個可能會長到40 這樣子會講這些 那其實你看這邊 他就三隻上影線出來 就是其實有三個賣壓 其實在這邊已經出現了啦 這應該是第一波跑掉的 大佬在這邊就跑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 後面的老鼠們 後面老鼠們 這個就搶高的人 這個搶高的人 因為他看到這個 他就會幻想 其實你在這邊 你該買不進去買 就來不及了 但是其實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看技術線的人 最晚會買在這個點 或這個點 就是K線反轉的時候 就會進場了 不會等到這個時候再來買 這邊的話就是 那些 鯊魚們 鯊魚們操作的空間 對 那如果是你一般在這邊買的人 一般玩家 大概在這裡就走掉了 在這裡就走掉了 為什麼你看 最低25耶 25.1耶 到這邊的時候 已經26.73了 等於已經是賺一塊多了 那 一塊多其實大部分 就走了 除非你有 大趨勢 怎麼講 這個就是 大WD型 不一定都會這樣走 可是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 技術面上常看到的東西 那 不管 不管它是什麼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 有噴出才走 有噴出才走 也就是說你今天在這裡買 你在這裡走是不對的 那你在這個地方走是正常的 在這個點走光是正常的 那拉回 是不是要再做 這就不一定了 那 通常 投資型在這裡就走了 不會再進來 不會再進場 可是如果說 今天 在操作上 在操作上 有一些 大型集團 他還想要再做一波 那可能手上還沒有 出完 因為 你這股票 像這種大型股 你不可能這個集團 在炒作 他會有好幾個集團 在炒作 那可能有些先走了 那可能 就會造成 買進量的很不足 所以 另外一個集團 他要再想辦法 再把股票再炒起來 然後再走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要 以後再細節去講 這都是 一些 文化 你要懂 就是 人家有錢人在操作 人家集團在操作 他的心態 你怎麼去觀察 怎麼去看 這個之後我們再 該講 那當然說 訊息要不要看 訊息要看 訊息是讓你看 以後你要 選的指標 那當然像這個 三組裡面 他也有一些 你看AI自選 AI 偷信買超前十名 有什麼 自行商買超前十名 那現在有一些 AI 手機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幫你選 你可以下條件 讓他幫你選 你看這個 大膽流向 他可以幫你監控 大膽流向 你看 其實有一些是 怎麼講 如果是賞戶在買 可能是一張兩張兩張三張五張這樣子 可是有一些如果是特定的 譬如說基金啊 或者是外資啊 他們在買 不會買一張兩張 那當然你在盤後的時候 你再去看他的資料 他會有一些基本資料 可以看盤後資料 那盤後資料就會知道說 是哪些 外資在買 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會再看 看他的細節 其實這個都有 資訊可以看的 對 那有機會我們再來 說明 說明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對 投資有興趣的 我們來分享 分享這些訊息 那你也可以來 考慮一下 自己存筆小錢 然後做一個投資 投資很重要 第一 你這筆錢 你要當定存 你就假裝一年不去鬥它 那再來呢 你再依照 依照 分享的 標的的操作方式 我們講的是操作方式 你去做一個 買進的投資 那這個投資呢 你要擺一年 我們會設定一個目標 我們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你自己去做一個 評估 那如果說你達到這個目標 你要不要走 當然走啊 當然走啊 那走就沒有投資了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們再重新找一支新的目標 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準備 你必須這筆錢 在一年內你不會去動它 然後再來就是你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目標投資 你要達到5%的獲益 達到5%的獲益 那你當然就是 設定一個目標 它在相對地點 相對投資的點 可以讓你預測 有這樣的投資價值 你買進 那等到達到你要的目標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走或不走 可是 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告訴你 就是說 它有一些訊息 它會告訴你是 可能可以買進的 技術的指標 那可能有一些是 你必須要走 那如果你買的標的 已經達到你要的目標 然後它又出現了 所謂的 你必須要走的 資訊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像這個 人家早就要走了 那今天大家在那邊買 這個就有鬼啊 那你說會不會漲停板 也許 但是你後面 留那一段給別人賺 就不要賺 我常常講的 噴出了 噴出了動作 有些人賣得太早 我也建議你那個 成交量 這個是一個學問 那當然還有一個叫做 內外盤 這個內外盤 內外盤的學問 這個東西是 之後 有機會 再分享給大家 大家知道 這個經驗 其實這都是經驗 只是說 我們今天講的是工具 你有一個是Google Yahoo的工具 再來就是 你的證券商工具 證券商工具 再來就是三組股市 那當然就說很複雜 不用 其實你只是看個股而已 看個股的資訊 然後個股的一些 比如說 綜合報價 個股籌碼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你只是要看一些 這些資訊而已 好 主力進出啦 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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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之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講 很多細節啦 他做的蠻 蠻用心的 蠻用心的 三大法人哪些人賣 先賣 其實我建議看券商 其實說 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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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還可以算 五日 有沒有看到 欸 陳小良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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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會不會 摩登 摩登史丹利會不會賣出呢 我們就不知道 大通 永豐金 富邦 元大 那我們再看 永豐金新店 哎呀 這個 新店有人在賣 你們看到 他一路往上漲 一路往外兔 這個就是 永豐金控新店 這邊有存戶 或者是本身 永豐金他們在炒作的東西 好 安和 中國信託高雄 永豐金 這個叫自營商 凱基站前 自營商 自營商就是 證券公司自己 在操作的啦 自己在做的 自己在做的 對 好 可以看到很多 細節的東西 有機會我們再來聊 有機會再來聊 時間太長 那今天這三個工具 還有所謂的 你可能要準備多少錢 那這個東西不是叫你去買 什麼 虛擬貨幣啊 或者買什麼 別人 要加什麼 加碼 參與的點數啊 買什麼 衛上司 那個都不是啊 那都騙人的啊 都在講 都在講 你 就是 開戶 自己去一趟證券公司 開戶 然後存錢進去 然後用這筆錢 來下單 那你有下單 就會扣款 那你的扣款 是多少 你都要記錄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違約交割 你沒有錢 就不可以買 沒有股票 就不可以賣 違約交割 就要罰款 甚至有可能要 判 判法的 對 要上法院的 對 好 那就這樣子 歡迎來到老郭的頻道 這個是 一個分享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 下期再見 拜拜